欢迎大家加会员成为全球大视野的一份子 订阅按赞加会员 全球大视野直播线上见 这个是没错了 因为他现在最担心就是 解放军宣布的所谓首战级决战 那首战级决战就是大批的导弹 在很快的时间把台湾的这个防空飞弹 雷达战跟所有的指挥所摧毁 但是你这个1.5天 人家的突然发起攻击 1.5天也来不及了 除非你这个伯克级的这个 伯克级最主要就是 它能有飙二飙三的飞弹 那你在日本 你也不能拦到台湾的这么远的距离 除非你很早就在台湾部署 但是他有这么一个动作 就表示说他有预警的时间 他先到这边来布防 这也是一个所谓预先摆的一个战备措施了 就是说他已经获得足够的情报 解放军要犯台 他就可能把这个伯克级的船 开到台湾走迎基隆布防 那么可以减少首战级决战的这个态势 那解放军也可以说你来了 我就不打 等你能待多久 这个战术上的攻防 因为现在的卫星看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你在这边待一辈子吗 这个只是说在政治上的说法 这个东西 伯克级你有这个 这是只是一个说法 有没有来还不知道 但是美国的海军 现在自己结构上也出了很大的问题了 那这个可能是一时间的应变措施 因为全世界乌克兰的火药库还在烧 那要不要点亚洲这个火药库 我看现在的时机还稍微早了一点 那现在是都在放话的阶段 放话的阶段 因为现在北韩跟南韩的火药库 要不要点 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美国的大战略就是说 永远在外面点火来解决自己内部的危机 现在火头很多 伊朗的火头 这个南北韩的火头 台湾的火头 反正就是这样 灭掉一个再点一个 我们看这20年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 但是我觉得乌克兰的火头 现在还在烧 胜负未绝 因为这个 也可能美国 惹火上升也不一定 因为它的经济制裁 搞不好烧了自己 里外不是人也可能 是 而且欧洲的团结表象上 目前是团 再过一个两个月 可能就要分崩离戏了 每个人自己 自己抱着火 抱着头烧 所以就是在美国 现在他们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我们说在商场上 或是在战场上头 你那个泰式 那个板子要拿出来 对吧 那所以他现在把最新的 神盾驱逐舰呢 比较新的这一批 他把它换过来 轮替过来 但同时呢 他也会一直放一些消息出来 包括委员他就讲了 说以前美军 他们在做一些什么 鱼雷演习 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海港 不一样了 今年3月 他第一次找了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在东京湾 进行所谓的鱼雷演习 模拟的就是对前舰的攻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包括了美国 包括日本 他们最近的一连串的动作 都满意有所指的 要告诉大家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在那个港口 我演习要来反对这个潜水艇 他一定假想说 有两种潜水艇会来嘛 不是俄罗斯的潜水艇 就是解放军的潜水艇嘛 不过这个 没得杀掉了 对这个紧张啊 我想是没什么特别的必要 但是因为他根本紧张不来 不是我在瞧不起美军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美军会面对实质上的困难 有举个例子 他讲说我从横须二到台湾海峡 只要1.5天 大家没有什么观念 横须二港到基隆距离多少 2054公里 2054公里 这是什么样的距离的概念 好 第二个 就算2054公里 你开1.5天好了 作业的尖程赶路好了 你以为就会那么顺道吗 你以为上面就没有飞机干扰 底下没有潜水艇干扰 中间没有什么水雷鱼雷吗 对 哪有那么轻轻松松的说 如路无人之境 那解放军的指挥官 就是该抓去打屁股吧 怎么可能让你轻轻松松 那你能够进入台湾海峡吗 不可能嘛 第一个我们讲过 台湾海峡本身 你要让很多的大型舰艇进入 那找死 他水太浅了 第二个 解放军搞不好连导弹都不要 他用火炮就可以打垮你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是有助于民心士气 但在军队上来讲 我是总之很糊疑他们 难道说解放军 那我们台湾说要不对称战力 难道美军也要不对称战力吗 不对称战力是说 我比较小我比较弱 我对应你比较大的军团或军队 我用不对称战力 可以把杠杆拉高一点 你美国这么大的强国 你美国那你就干脆嘛 不要那么费事啊 你就派个十万的美军住在台湾 不就了得了吗 对不对 我们那个清源钢基地都还在嘛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你又不敢 那不敢等到有事情的时候 你要老远敢来 老远敢来缓不济急嘛 好吧你说雷根号啦 你能够靠近台湾多近啊 因为解放军的飞弹在1000公里内 是精准度是足够的啊 它不一定打得到那个什么2000公里外的东西啊 但是1000公里外是绝对很准的啊 所以你面对那个一条那么大的船那么贵 就像那个莫斯科号被那个什么海王星导弹给打垮了一样 海王星导弹一颗也不过几百万而已嘛 一颗莫斯科舰是几亿耶 你怎么去比 所以你不管你任何舰队啊 不管你反舰雷啊什么东西 你只要到了台湾海峡附近啊 都来不及啦 所以奉劝美国啊 你如果真的那么有诚意帮忙啊 我一直在建议啊 当然碰到美国朋友都不太喜欢我啊 因为我钱购得很好 现在不太爱你跟我谈事情了 为什么 我都建议说 你干嘛卖我们武器啊 算我们钱啊 我们愿意比赛以色列啊 我们站在前方 你给我们免费的武器啊 你要我们抗中我们就抗中啊 对不对啊 不是省了 我一年可以省下多少 算上去 不少钱了 几千亿啊 对不对 几千亿请我们当保镖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乐意为之嘛 第二个 我们的政府基本上会贪那种什么 疫苗的钱啊 会贪那种那个什么塞技的钱 不会去贪武器的钱吧 听说乌克兰很多人会贪武器的钱 那铃铛北论 那你还有没有搞不对劲战力 你就直接给我们战力嘛 我们就有对称了嘛 何必那么伤脑筋 你动不动就只在新闻上说 哎呀我担心你啊 我关心你啊 就像有一个人哦 因为男这个女的讲说 我好爱你啊 可是一朵玫瑰花都舍不得送 所以我是觉得 整体态势来讲啊 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敌 不要以为美国日本真的对我们很好 你只要从卖我们武器啊 动不动说要卖又不卖 卖又比别人贵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哎 这个情郎啊 存心不良哦 是一个标准的渣男心里就要有素啊 那你还期待他1.5天会敢来帮你忙 哎你也想太多了 我是觉得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哦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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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